这期继续分享老特第十七篇,送走了张金泉,方金默开车回到了建昌酒店。 三宝龙因为地处热带地区,晚饭的时间一般在晚上八点左右。 老方回到酒店时,恰好正是晚上的时间。 他让酒店的后厨安排了一桌丰盛的海鲜大餐,亲自去房间里,把后福请了下来,算是给他接风洗尘。 新来的后厨团队很给力,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一桌丰盛的海鲜大餐已经准备好了。 什么酒头豹,四尺长的龙虾都是常规操作。 国内难得一见的苏梅鱼,用鲜鱼翅制作的金汤鱼翅,绝对表现出了方金默的诚意。 看到这一桌丰盛的海鲜大餐,厚福板着脸,装模作样地说。 老方,这桌菜有点超标了吧? 宴会厅里,除了方金默,江映月和后福之外,还有几个酒店的服务声。 听到后福直接叫出了自己的真名,方金默连忙压低了声音,说。 侯总,你应该叫我老黄,或者叫我阿邦。 后福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他有些尴尬地点了点头,说。 黄先生,让服务人员出去吧。 咱们说话也方便一些。 方金默让服务员离开了房间,后福这才继续说。 老黄,咱们的经费可不是用来吃吃喝喝的。 虽然说在国外,有些时候身不由矣。 但是,咱们还是应该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嘛。 这次,我就不想上面汇报了。 下不为例啊。 说完,这货抄起筷子,冲着苏梅鱼最鲜嫩的鱼腹部位狠狠地夹下来一块肉。 苏梅鱼虽然在华夏海域也有分布,但是在华夏这种鱼属于宾威保护动物, 吃上一条至少要盼上五年。 只有在东南亚的这些小国家才能合法地食用。 后福这货可能是没有吃过,就冲着这条苏梅鱼下手,吃得是满嘴流油。 看着她的这副吃相,将映月在一旁笑着说道。 侯总很会吃嘛,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身。 我听说解放前土匪了肉票,就会端上来一条鱼让肉票吃。 照着肉厚地方下筷子的,一般都是穷苦人家。 要是冲着于妇下手的,那肯定是富贵人家的孩子。 将映月本来是在拿她找乐,可厚福可能是吃美了, 没听出话里面对她的讥讽,反而洋洋自得地说道。 没错,我是干部家庭出身。 我爸爸是解放前参军的,是咱们国家第一批公安军。 后来公安军撤销,这才转入了安全系统工作。 哦,原来是将门胡子啊。 来,我敬您一杯。 说着,方金墨给她倒了满满的一大杯酒。 方金墨和江映月这一唱一和,让本来充满戒心的后福放松了警惕。 她举起酒杯,开口说, 其实,我这个人平时不怎么喝酒的。 不过今天,咱们第一次见面,我就破个例。 希望咱们以后的合作愉快。 来,咱们干了这一杯, 咦,小姜,啊,不,黄小姐,你也倒上啊。 无奈之下,江映月只能也倒了一杯酒, 陪着后福喝了起来,本以为这个后福挺能喝。 可万万没想到,两杯酒下肚, 这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什么认识那个大领导,当年执行过什么绝密任务, 最近首都里又有什么花边新闻, 反正是天南地北的胡砍一通。 最关键的是,这伙还竟跟江映月说话, 弄得方金墨根本就插不进去嘴。 这让方金墨想起了一首打油诗。 叫他他不来,来了他不喝, 从来不请客,还净装老大哥。 一喝他就醉,醉了净胡说,桌上有女的,立马话就多。 叫走又不走,走了往回折,闹着去按摩,还要去唱歌。 站也站不稳,眼看要溜桌,好不容易打个的,最后吐一车。 再看江映月,虽然脸上还带着笑,但眼睛里已经露出了杀气。 估计再说下去,一会儿他就得用酒瓶子给后福开了瓢。 侯总,我看大家喝得差不多了,要不咱们改天再继续。 方金墨好言相劝道,可有句俗话说得好。 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后福瞥了老方一眼,开口说, 急什么,现在还早吗? 你要是有事可以先走,我和小江好好的聊一聊工作上面的事。 方金墨强忍着怒火坐了下来。 只见后福继续腻在江映月的身边,一脸见笑地说道。 小江,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干了外勤呢? 你应该去总部做办公室吗? 等过几天,我把这边的工作理顺了, 我跟领导提一句,把你调回去。 毕竟外勤工作有一定的危险性吗? 到时候,随便在国内的一线城市里,给你安排个触及职务, 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 是吗? 那就谢谢你了。 不过我这个人在外面也惯了,可能不习惯做办公室啊。 江映月的脸上露出了一种阴沉的笑意。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已经处在了暴走的边缘。 嗨,有什么不习惯的? 我在景观城工作过一段时间,那可是个好地方啊。 以后有机会,我带你去太古里转转。 在国外虽然管制少,但毕竟不如国内繁华啊。 后福又往江映月的身旁挪了挪, 他的身子几乎挤在了江映月的身上。 看着得寸进尺的后福,江映月看了看沉默不语的方金墨,继续说。 太古里。 我可不敢去。 那地方都是搞街拍的,我这张脸要是露了像,以后就干不了外情了。 怕什么? 让他们拍去好了。 咱们深正不拍影子鞋,说着,他竟然动手要拍江映月的肩膀。 就在他的手即将碰到江映月的身体时,江映月猛地站了起来, 抄起桌上的酒瓶子冲着他的脑袋敲了下去。 坐在对面的方金墨健壮,一把躲过了酒瓶, 立声说。 你干什么? 怎么动不动就打人? 你就是有精神病,也不能这样。 侯总,不好意思啊。 小江有创伤后,应激综合症,有时候情绪会失控。 他要是发起风来,谁也控制不住,今天咱们就到此为止吧,我送您去驻地。 后福吓了一跳,本想着占点小便宜,可便宜没占到,还差点让人开了瓢。 听到方金墨的这几句话,他点点头,说。 嗯,那今天先这样。 后福稀里糊涂地跟着方金墨来到了海边,坐上了一艘破旧的渔船。 这艘木质渔船迎着海浪,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之中。 没开出去多远,强烈的眩运感让后福把晚餐全部吐了出来。 吐完了晚餐还不算完,后福把胆汁也吐了出来。 吐到最后,他的胃里已经吐不出任何东西,只能躺在自己的呕吐物里,一阵阵地干呕。 不知道过了多久,后福运船的症状才稍稍缓解。 听着耳边传来的阵阵海浪声,再看到四周漆黑一片的大海。 后福的心里感觉到一阵不妙。 如果这个方金墨把自己扔进海里,就算是玉皇大帝来了,也就不了自己的命啊。 看着方金墨和传老大一直在窃窃私语,后福壮着胆子,开口说道。 你,你这是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 看着一身污秽的后福,方金墨笑了笑,开口说。 你的掩护身份不是三宝龙封电的副总吗? 作为项目的副总,你肯定要驻扎在生产一线啊。 我现在送你去的地方,正是封电施工的现场。 你刚才不是说要熟悉熟悉环境吗? 你可不敢耽误了您的工作。 这艘破船在大海中航行了将近三个小时,最终停在了一座荒岛上。 海滩上扎着两顶单人帐篷,听到渔船发动机的声音,两个蓬头垢面的工人从帐篷里爬了出来。 看到来人是方金墨后,其中一个年长的开口说。 黄总,您怎么来了? 我们的测量工作刚开始,具体的数据。 方金墨摆了白手,说。 老高辛苦了。 具体的数据你不用跟我说,我也听不懂。 我今天来,主要是送你们安能的一位领导上导。 这是封电项目部新来的副总厚福,今天下午刚到,就跟我说要熟悉现场情况。 我实在是拗不过他,只好连夜把他送了过来。 有什么情况,你就跟他汇报吧。 看着满身酒气,一身污秽的后服,老高皱了皱眉,说。 黄总,现在岛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帐篷也只有两顶,这位侯总来了之后,也没有地方睡觉啊。 方金墨把老高拉到了一旁,掏出几盒烟塞进了他的口袋里,低声说。 高宫,这祸是安能集团派下来的副总。 我听说,好像是在国内犯了点错误,来咱们项目部避风头的。 你不用跟他客气,只要别让他死在这就行。 当然了,这岛上野生动物不少,真要是出了点意外,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你说对吧? 老高今年也有五十岁了,在国企干了这么多年,他当然知道这里面的弯弯绕绕。 听了方金墨的话,他笑了笑,说。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放心吧,黄总,我会好好照护他的。 后服就算是在傻,也知道方金墨是在故意搞他。 看着这鸟不拉屎的荒岛,他压低了声音,对方金墨说道。 我是组织上派来的组长,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否则,我会向组织上汇报。 哎,你这是怎么话说的? 是你要求尽快熟悉情况的,我满足你的要求,还是我的不是了。 方金墨压低了声音,在他的耳边继续说。 老侯,你先在这熟悉情况吧。 当然,如果你执意要回去,我也可以带着你走。 不过回去的途中,船要是翻了。 看着方金墨脸上音质的笑容,后服知道,自已被困在这座荒岛上了。 从海岛返回三宝龙,时间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 方金墨回到酒店,发现姜应悦也没有睡。 酒店客厅的书桌上,他正在翻看一本《华人通史》。 哟,丙烛夜读啊!当年考大学时,要是有这股劲,没准就上北大了吧。 看到方金墨走进了客厅,将音乐放下了书,揉了揉眼睛,笑着说。 没办法呀,都是老张让我看的。 唉,说起来三宝龙的这些华人也是真不容易。 每隔几十年,就出现一次暴力事件。 真难以想象,这么多年,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还能怎么办?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呗。 方金墨打开冰箱,拿出一瓶冰镇的椰子水,猛灌了几口,继续说。 你看看鲜罗的华人,正商结合,身居高位的,大有人在。 大马也是一样,掌握了整个国家的工商业,就算是想动他们,政府也要掂量掂量。 唯有印克罗尼西亚这里,华人群体一盘散沙,没有一个有号召力的人,只能任人宰割。 方金墨说得没错,在东南亚的诸多国家之中,唯有在印克罗尼西亚的华人混得最为凄惨。 就其原因,除了这个国家的土人比较彪悍之外,更多的,则是华人族群不团结。 可江映月却笑了笑,说。 一开始,我也这样认为。 不过看过了这本书,我才知道,印克罗尼西亚的华裔族群,并不是没有进行过反抗, 而是他们的反抗,因为某种原因被掐灭了。 哦!你仔细说说,反正也睡不着了,方金墨在客厅的沙发里坐了下来,准备和江映月好好的研究一下。 从汉代时期开始,就开始有华人承舟前往现在的印克罗尼西亚诸岛上生活。 苏门达腊出土的一件陪葬陶器,刻有汉原帝出源四年年号。 可正,华夏人早在汉朝时期,就出现在南洋诸岛上。 到了宋朝,当地的华人就已经形成了村落。 当然,华人真正在此处发展壮大,还要到明清时期。 明代的郑和夏西洋,极大的带动了东南沿海的华人向东南亚地区移民。 三宝龙就是从明朝开始形成的。 当时的华人给当地的土人带来了耕种、纺织和种植经济作物的知识。 这本《华人通史》上记载芈月人筹地匣,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福建,广东一带在当时较穷困,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难以维持。 为了谋生计,躲避战乱,七百多万中国人飘洋过海,一次又一次,一批又一批地到南洋谋生。 清朝初年,大量的难民、抗清失败的明军余部以及不愿侍奉清廷的明朝移民,掀起了移民东南亚的高潮。 1602年,荷兰正式对印克罗尼西亚进行殖民。 当时的荷兰殖民者利用华人来管理当地的土人。 正是因为这种政策,让当地的土人和华人站到了对立面,从而留下了沿袭至今的隐患。 后来的数百年里,南洋的华人联合土人部落和荷兰殖民者进行抗争,成立了兰芳大统治共和国。 梁启超在其《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中有专条介绍。 查对该书可知,罗兰芳和兰芳共和国事确实无疑。 从18世纪末期,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华人在印克罗尼西亚的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印克罗尼西亚建国之后,对当地的华裔族群实行了不平等的民族政策。 让华裔族群的生存环境越发地艰难。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三宝龙的乔领翁显得起义反抗, 短短一个月时间,就在三宝龙和附近区域组织起一支上千人的队伍,维护华裔族群的生存权利。 正是因为这支队伍的存在,暴力事件没有波及到三宝龙。 以至于让时任总统都打算对这支队伍进行招安。 可惜的是,经过将近两年的战斗, 这支队伍之中的大部分人,放弃了印克罗尼西亚联邦国籍, 以难民身份回到了华夏境内,落户到穷省的华侨农场之中。 没有了这支队伍的撤肘,三宝龙也发生了声势浩大的骚乱。 据当地的华人讲,当时整个三宝龙几乎是十世九空,杀得人头滚滚。 至少有上万人死在了那场骚乱之中。 听完了江映月的描述,方金墨叹了口气。 如果当时那支反抗队伍能够坚持下来, 华裔族群的处境肯定要比现在好得多。 甚至于98年的那次事件,可能都不会发生。 可是,历史没有假设。 放弃了反抗,华裔族群只能成为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江映月也叹了口气,开口说。 前段时间,斯诺登报出了许多米国的绝密情报。 其中一份情报表明,当年发生的那次暴力事件, 幕后有米国CLA的影子流传出来的电文表明。 印克罗尼西亚军方在镇压前与西方国家使馆通气, 让西方国家了解军方要推翻时任总统的图谋。 还有一份表明, 米国军方和米国驻印尼大使建议米国政府向印军提供秘密援助。 江映月继续说。 建立综合补给基地的事情, 咱们不但要面对三宝龙的官员, 还要关注当地的驻军。 最主要的是, 这件事一旦被米国人知晓, 他们肯定会采取行动。 到时候, 咱们会面临四面楚歌的形势。 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 计划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 现在肯定不能打退唐谷了。 咱们还是先按照计划, 参加市长竞选。 只要竞选成功, 计划就算是成功一半了。 至于说三宝龙的驻军, 我来想办法和他们进行接触。 对了, 你刚才说组织反抗队伍的那位老先生叫什么来着? 翁显的。 江映月答道。 帮我找找这个人。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过几天我回过一趟, 看看能不能把他请回来。 我觉得, 这个人能排上大用场。 方金默若有所思地说道, 江映月一脸不解地看着他, 问道, 你想干嘛? 不会是也要拉起来一支队伍吧? 这可不在老张的计划之中。 方金默摇了摇头, 说, 做好多手准备吧。 这个计划的复杂程度, 远远超出了想象。 如果情况突然有变, 咱们又没有应对的方法, 这不是给人家送人头吗? 方金默可不是威严耸听。 印克罗尼西亚联邦的军队, 在东南亚地区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陆军方面装备有爆-2坦克, 虽然是阉割版的, 但不管怎么说那也是爆-2。 空军方面装备有F-16和苏-27战机。 土兵素质方面就更不用说了, 常年和巴布亚地区的分离势力干长, 战斗经验十分丰富。 说了半天, 姜应悦忽然响起来后福。 就听他开口问道, 对了, 那个侯组长呢? 哦, 那家伙说是要尽快熟悉工作环境, 我连夜把他送到科莫多岛去了。 后福确实是干部家庭出身, 他爹在安全部门做过几年的后勤主任, 各方面的人头都熟得很。 后福初中毕业以后, 却当了几年兵, 在部队里提了干, 也转业进了安全系统工作。 可是, 安全系统专业性很强, 像他这种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 根本无法胜任这份工作。 只能接他老爹的班, 继续干后勤。 这家伙虽然干专业不行, 但溜须拍马, 请客送礼拉关系, 确实有一套。 二十多年干下来, 居然混到了安全系统下属三产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的位置。 这个公司的人不多, 负责对全国涉密企业进行安全指导工作。 公司里充斥着各种关系户, 绝对算得上是活少钱多利家进, 为高权重责任轻的好单位了。 可侯福这个人呢, 有点小毛病, 看见女人就走不动的。 最奇葩的是, 这货还喜欢对身边的人下手, 专门喜欢吃窝边草。 前段时间, 公司里新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女职员, 据说是某位处长的表妹。 这姐姐, 绝对是肤白貌美大长腿, 平时喜欢健身, 看着那蜜桃臀, 后福总有一种忍不住想拍一下的冲动。 在确认这姐姐的后台, 自己能够惹得起之后, 侯福利用董事长的身份, 对这个女人展开了公示。 令她没想到的是, 这个姐姐也挺上道, 后福刚一聊骚, 人家就明白了, 她的意思狼有情, 妾有意, 两个人就这样搞在一起。 你说, 你俩偷偷摸摸地搞在一起, 也就算了。 可这位后福不知道怎么想的, 趁着出差的机会, 带着这位小姐姐去逛街。 好巧不巧的, 正好被路上的一位摄影师拍了下来, 还发在了网上。 后福的这间公司里, 每个人都有背景。 所有人都巴布得侯福出事, 取而代之地登上高位。 就这样, 后福和女同事牵手逛街的视频, 被人举报。 就这样, 后福被就地免职, 接受组织调查。 好在安全系统内部的一位大领导, 以前是后福老爹的亲信, 关键时刻, 这位领导发了话, 把他弄到三宝龙来, 一是避避风头, 二是捞点功劳。 可这家伙, 是狗改不了吃屎。 刚到三宝龙, 就开始对江应悦动手动脚。 方金墨也没惯着他, 直接给他发配到了最偏远的科莫多岛。 等到方金墨乘坐的渔船离开了科莫多岛, 后福地酒醒了一大半。 看着全身密林, 荒无人烟的小岛, 后福开口问道, 我住哪。 岛上的两个人是安能集团测绘中心的员工, 老师父姓高, 今年五十多岁。 还有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是他的徒弟。 野外测绘这个活十分危险, 要不是看在每天两千块钱的补助, 谁也不会抛家设业地跑到这座无人荒岛上来。 再者说了, 这两位师父每人一顶帐篷, 带的物资也十分有限。 突然来了一位领导, 开口就问他住什么地方, 这可把高师父给问懵了。 嗯, 你到岛上来, 什么装备也没带吗? 我和小周一人一顶帐篷, 也没有多余的。 高师父的话刚说了一半, 后福粗暴地说道, 给我腾出来一顶帐篷, 我要睡觉。 凭什么? 我们, 年轻的小周可不惯着他的毛病。 后福刚说完, 他便顶了回去。 可高师父却打断了他的话, 说, 算了, 让给他一顶, 咱们挤挤。 第二天一早, 后福被热带地区特有的高温热醒了。 他爬出帐篷, 刺眼的阳光让他睁不开眼。 高师父师徒俩刚刚吃完了早餐, 正在收拾帐篷。 后福晃了晃脑袋, 开口说, 有什么吃的吗? 给我弄点。 猴总是吧? 咱们在野外测绘呢, 每个人的吉养都是自己背上来的。 我们上岛已经快一个礼拜了, 剩的吉养也不多了。 所以, 您还是联系总部, 尽快把您的吉养送过来。 好了, 我们该去干活了。 说着, 他和徒弟开始收拾起帐篷。 看着昨天晚上睡的帐篷被收了起来, 后福连忙说, 哎, 你别收啊! 你把帐篷收了, 我住哪儿啊? 老高笑了笑, 说, 帐篷也是一人一个, 你还是等总部给你送吉养吧。 那吉养什么时候能送来? 老高摇了摇头, 说, 不知道, 或许一、 两天, 或许一个星期之后说完, 他带着徒弟向密林深处走去, 把后福扔在了原地。 后福一开始并没有觉得怎么样, 可到了晚上, 老高和他徒弟根本没回来。 饿了一天的后福只能深入到密林深处找点吃的。 好在这座荒岛上植被不少, 各种野生的水果触手可得。 后福不管认识不认识, 先混了个渡源。 可吃下去半个小时, 他就开始拉肚子。 整整一夜的时间, 他拉得已经脱水了。 濒临死亡的感觉, 让他第一次感觉到了害怕。 他甚至在想, 就算在国内被关进监狱, 也不应该到这个鬼地方来。 如果自己能活着回去, 一定要那个方金墨好看。 还有, 那两个干活的工人, 竟然敢把自己一个人扔在海滩上。 要是, 后福正在幻想着, 如果对这几个人进行报复, 可是眼前出现的景象, 不得不让他停止了幻想。 密林的边缘, 一只黑褐色的爬行动物, 正向他缓缓地靠近。 这只爬行动物, 大约有三、 四米长, 身上长满鳞片状的皮肤, 在他粗糙的皮肤上面, 生有许多隆起的疙瘩。 在月光的照射下, 这只怪兽的眼睛 发出了绿色的光芒。 后福和怪兽的目光接触时, 这只怪兽, 突然张开了猙獰的大嘴, 露出了巨大而锋利的牙齿。 怪兽发出了怒吼, 震耳欲聋的声音, 让后福双腿发软。 他惊恐地看着眼前的怪兽, 嘴里发出了尖锐的喊叫声。 救命啊! 有, 有恐龙! 后福的叫声, 刺激到了这只怪兽。 本来缓慢爬行的怪兽, 突然加快了速度, 四条腿左右交替, 像踩着风火轮一样, 向后福冲了过来。 面对这只未知的怪兽, 本来就因为腹泻而脱水的后福, 彻底瘫倒在地, 他甚至已经能够闻到, 怪兽嘴里散发出来的腥臭味道。 他闭上了眼睛, 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就在后福闭目带死时, 一发红色的信号弹准确地击中了这只怪兽。 强烈的光线再加上高温的灼烧, 让这只怪兽放弃了袭击, 转身消失在黑暗之中。 在信号弹的光线之中, 老高和他徒弟的身影走了过来。 看着半死不活的后福, 老高扔给他一瓶水, 说, 猴总, 你的命真大啊! 我们要是再晚回来一分钟, 刚才那只科莫多巨蜥就得把你撕碎了。 不过你也算幸运, 有的人专门来到科莫多岛看巨蜥, 十天半个月也见不到。 你倒好, 来了两天, 就把巨蜥勾搭过来了。 有, 有药吗? 我拉肚子, 快要拉死了。 回过神来的后福, 开始向高师傅求救。 老高摸了摸他的脉搏, 开口说, 没事, 一时半会死不了。 我已经通知总部, 让他们派船过来了。 你再挺一挺吧, 明天中午, 咱们的船就应该到了。 你怎么通知的总部? 听到自己死不了, 后福的精神似乎也好了不少。 高师傅拿出一部卫星手机, 说, 当然, 是用卫星手机啊。 把电话给我, 我要跟国内汇报情况。 看到这部卫星手机, 后福就好像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后福在科莫多岛历险, 方金墨在三宝龙也没闲着。 整整一天的时间, 他都在协调封电项目的各种手续。 别看印克罗尼西亚的办事效率很低, 可签字盖章这种官僚作风, 绝对是学到了精髓。 不过好在市政府的人明目张胆地收礼。 只要给了钱, 立马痛快地办事。 一天下来, 上一炉比流水一般地扔了出去。 折合成人民币, 也差不多要五万块钱了。 傍晚时分, 方金墨疲惫地坐在后座上, 小鸡一边开着车, 一边抱怨着说。 马勒戈壁的, 这帮人真太马黑啊。 盖一个张要一份钱, 我明天弄俩大萝卜刻个张, 在市政府门口摆个摊, 抢他们的生意。 你快绳上吧。 还踏马大萝卜刻张。 你刻一个试试, 三宝龙的警察不把你逮起来才怪呢。 不过这帮人办事也算靠谱, 只要收了钱, 就痛快地办事。 不像咱们那, 有人收了钱, 还踏马不办事。 那才是哑巴吃黄连呢。 正说着, 江应月打来了电话。 方金墨按下了接听键, 就听江应月在电话那边说道。 办完事了吗? 现在有空吗? 有空啊? 怎么了? 老方一阵头疼, 江应月这样说, 肯定是又遇到了什么麻烦事。 果然, 电话那边, 江应月叹了口气, 说。 三宝龙警察局的苏帕提局长邀咱们今天晚上和他吃饭。 我估计, 应该是看咱们最近到处撒钱, 想要从咱们身上捞点好处。 我跟他约在巴拉提餐厅见面, 你那边要是完事了, 就让小鸡送你过去。 好吧, 那咱们在餐厅碰面吧。 巴拉提餐厅是三宝龙最豪华的餐厅。 这座荷兰人留下的建筑依山傍海, 风景绝美。 楼顶上的露台餐厅本来可以容纳200多人共同进餐, 可今天晚上全部被江应月包了下来, 用来招待苏帕提局长。 印克罗尼西亚联邦的警察制度类似于先罗, 警察实行的是军贤制。 作为三宝龙的警察局长, 苏帕提的警衔是警察准将。 这样的警衔年强算得上市, 警戒的高层了。 而且, 苏帕提在雅加达有不少朋友, 他已经听说, 三宝龙的皇室家族 已经和前总统帕尔玛塔女土搭上了关系。 如果能借着三宝龙皇家和帕尔玛塔女土联系上, 这对于以后的职务晋升, 肯定是大有必义啊。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苏帕提才约了黄美静一起吃饭。 为了这次晚宴, 苏帕提专门把他的爱人 从雅加达街来。 四个人一见面, 黄美静立刻给苏帕提的妻子 送上了一套精美的钻石项链。 巴克拉的大钻石在灯光的灰映下 熠熠升灰, 直接把苏帕提两口子震住了。 他们虽然在印克罗尼西亚 算是精英人物, 但是也没见过谁一出手 就送几十万, 上百万的礼物啊。 他们并不知道, 这条钻石项链是将印月在国内定做的, 用的是宝石级的工业钻石, 每克拉的成本大概在500块钱左右。 整条项链加起来, 也就是6、7千块钱, 用来糊弄这种没见过大事面的土鳖, 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有了这条项链开路,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说了。 苏帕提几杯啤酒下肚, 已经和方金墨勾肩搭背, 好的跟亲兄弟一样了。 阿邦, 上次的事情真是不好意思了。 你也知道, 有些事情不是我能够左右的。 我也是要听从上面的命令的。 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 今后类似的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 方金墨端起酒杯, 笑着说, 局长先生, 我理解您的难处。 事情已经过去了, 希望咱们今后能够愉快地合作。 来, 咱们干一杯。 又一杯啤酒喝下去, 苏帕提继续说。 黄先生, 上次的事件中, 警察没有及时出动,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装备落后。 你可能不知道, 整个三宝龙警察局, 能够正常出动的警车只有40辆。 在这40辆警车之中, 还有一部分分散在偏远的地区。 所以, 这样吧, 我代表湘江的胜利集团, 向三宝龙警察局捐献20辆电动轿车。 就算是我为三宝龙的治安, 做的一点贡献。 苏帕提一听, 连忙攥住了方金默的手, 说道。 太感谢您了。 有了您捐赠的这批警车, 我可以保证, 在整个三宝龙, 绝对不会有人威胁到您的安全。 方金默摆了白手, 笑着说。 说这些就见外了。 我还有点事情, 想要麻烦您。 不知道您和三宝龙驻军的哈桑上校熟不熟。 我想请您替我引荐一下。 这个要求, 让苏帕提面露难色。 只见他摇了摇头, 说。 这个, 恐怕, 有点难度啊。 三宝龙的驻军是现任总苏查科的亲信。 哦, 那就算了。 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认识认识罢了。 如果不方便, 那就算了。 方金默敷衍地说道。 苏帕提可能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他拉着方金默走到了天台边上, 点了支烟, 低声说。 黄先生, 我可以告诉你另外一个消息。 上次发生在三宝龙的暴力事件, 是印克罗尼西亚联邦情报部的瓦西德局长策划的。 这个人很危险, 你一定要小心。 不过呢, 这位瓦西德局长和帕尔玛塔女土的弟弟关系不错。 你们不妨。 就在方金默和江映月在公筹交错中打探着消息时, 远在首都的安委会中, 张金权正在据理力争地说着, 情报工作不可能像教科书一样, 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 遇到什么突发问题, 必须由当事人当机立断地解决。 方金默这次在三宝龙的表现,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不但没有问题, 而且还为今后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最关键的是, 这个计划是为他量身打造的, 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临阵换将的话, 前期的工作就全白费了。 这个任务还能不能够进行下去, 我不能保证。 这是什么话? 没有张图护, 还吃了带毛猪不成。 任何一个任务都是围绕着集体来进行, 单凭他一个人, 能够完成任务吗? 还有, 这个方金默把组织上派过去的组长扔到了无人荒岛上, 差点让什么巨蜥给吃了。 这是什么行为? 这明显是对抗组织吗? 这样的人, 坚决不能用。 张金权也没想到, 方金默居然把后福差点搞死。 真要是搞死了, 也就算了。 怕就怕这种斩草不除根, 给字已惹了一身的麻烦。 张金权赶紧解释道, 这件事, 我跟江应月了解了一下。 是后福提出要去熟悉情况的, 那个岛也不是无人荒岛, 上面有安能集团的测绘人员。 至于说, 遭到野生动物的袭击, 那完全是意外情况。 别说是印克罗尼西亚的未经开发的岛屿, 就是咱们国内, 也经常发生野生动物袭击人类的事情吧? 当然了, 这也和自身素质有关。 如果经过训练, 完全可以躲避野生动物的袭击吗? 你是什么意思? 那位领导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指着张金权说, 派后福过去担任组长, 是经过组织上研究决定的。 你要是觉得他不称职, 为什么当时不提出异议? 张金权正要说话, 安委会的一位副主任开口了。 好了, 不要吵了。 大家都是各说各的理, 就是吵到明天,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样吧, 把执行任务的同志叫过来, 给大家当面讲一讲具体的情况。 这样, 也能让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吗? 好了, 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老张你尽快安排相关人员回来述职吧? 不是, 我现在回什么国呀? 昨天晚上, 三宝龙的警察局长苏帕提告诉我, 三宝龙前段时间发生的袭击, 是联邦情报部策划的。 咱们在三宝龙总共就这几只小鸟, 我要是再走了, 真要是出了点什么问题, 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任? 老方, 这是安委会经过研究决定的。 不容你讨价还价。 再说了, 不过是让你回来汇报一下工作的进展, 又不是不让你回去了。 还有, 你不想见见你女儿和你父亲吗? 这都大半年了, 也该回来一趟了。 听到张金泉电话里那疲惫的声音, 方金默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他打开了房间里的屏蔽器, 继续问, 电话里说话方便吗? 老张在电话那边犹豫了一下, 才说。 方便,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张菊, 你跟我说实话, 三宝龙恶这个计划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张金泉在电话那边沉默了半天, 叹了口气, 说。 从计划的执行方面来看,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 有些人就是见不得别人比他强。 在细节上面, 横挑鼻子竖挑眼。 尤其是, 你把后福扔到无人岛的那件事, 被他们拿来大作文章说你抗拒组织, 无法无天。 老方, 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汇报工作的时候, 千万不要被人抓住什么把柄。 曹, 老子在前面拼死拼活的, 这帮人就在后面这样搞我。 老张, 实在不行, 大伙就一拍两散。 什么踏马的任务, 老子又没从里面赚到一分钱。 你给我平平礼, 我要是想赚钱的话, 还用等到现在吗? 听到老张的解释, 方金墨顿时就炸毛了。 这样的做法, 确实令人寒心。 老方在前方拼命, 后面有人给他不停地穿小鞋, 这种委屈放在谁的身上也受不了啊。 可是, 干情报工作就是这样。 怀疑任何值得怀疑的事情。 而且, 像方金墨类似的情况, 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就听老张在电话那边说道, 老方, 还记得老谷吗? 以前在师城执行任务的那个人。 方金墨的脑海中, 顿时浮现出一个胖乎乎的身影。 他连忙说, 古战风嘛, 当然记得。 我以前在师城中转时, 他经常请我喝酒呢。 张金全叹了口气, 说, 老谷这个人业务水平高, 立过不少大功。 可是这个人呢, 鞠躬自傲。 被调回国, 安排了个闲职, 前段时间退休了。 所以说,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是不可替代的。 当然了, 你的情况比较特殊。 三宝龙的任务前期投入巨大, 任务又到了关键时刻。 所以, 你回来一趟, 对大家都好。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 如果自己再不回去, 那就是说不过去了。 想到这, 方金默开口说, 好吧, 我把手里的事情安排一下, 这几天就回去述职。 三宝龙的一间安全屋内, 方金默将几本护照放在桌子上。 这几本护照都是东南亚小国的, 每本护照的名字不同, 照片都和他有几分相似。 接着, 他又拿出一个U盘, 放在了江映月的手中, 说, 这是我的几个安全屋的位置, 还有几个可靠街头人的信息。 我把这些东西留给你, 一旦出了什么问题, 你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老方, 你什么意思? 江映月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很难看。 这样的场景, 似乎像是在交代一言。 方金默笑了笑, 说, 没事儿。 国内让我回去一趟, 进行述职。 这些东西, 我不可能随身带着, 先暂时交给你保管。 那你让我躲起来是几个意思?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江映月和方金默相处了这么多年, 就算是在艰难的时刻, 他也没有说过今天这种话。 方金默犹豫了一下, 开口说, 我估计, 就是咱们在三宝龙的工作让人眼红了。 把我叫回去敲打敲打, 让我老老实实地听话。 不是什么大事, 你就放心吧。 江映月也不是什么也不懂的菜鸟。 他很清楚, 方金默肯定是避重就轻了, 捡些好听地跟自己说, 就是为了不让自己担心想到这。 他开口说, 我跟你一起回去, 我就不信了, 咱们在国外打声打死的。 方金默打断了他, 说, 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我回去之后, 咱们每天保持联系。 如果联系不上我, 那就是出问题了。 不过你放心, 我又不傻, 上面的人真要是敢诬陷我, 我他妈才不惯着他们的毛病呢。 我闺女那个事, 现在还没给我个交代。 要不是, 看在老张的面子上, 我早他妈翻脸了。 现在又跟我玩这一套, 这帮人是真不拿五大郎当神仙啊。 听了这几句话, 江映月悬着的心稍稍地放松了一点。 他知道老方的本事, 如果他铁了心地想跑, 一般人还真拿他没办法。 可就怕这个傻子一根筋, 往人家设好的圈套里面钻。 既然他已经提前有了打算, 那就好办了。 老方, 万一, 我是说, 万一你回去之后有点差池, 咱们是不是提前做点准备。 方金默点了点头, 说, 给美心办一份护照, 让他去湘江。 万一我在国内出了问题, 让他把这几份护照送到三合去。 具体的存放地点, 我都留在优盘里, 这几天你告诉他该怎么做。 还有, 最近一定要多加小心。 上次三宝龙的袭击事件, 是联邦情报部搞的鬼。 我估计, 他们肯定还会有下一步动作的。 我现在, 就怕在我回国的这段时间里, 联邦情报部, 突然在三宝龙搞些事情出来。 万一真的有事, 及时撤出去。 都到这种时候了, 方金默还在想着自己的安危。 这让江映月感觉, 自已没跟错人。 看着愁眉紧锁的老方, 江映月靠在了他的怀里, 娇声说, 这边的事情你就放心吧, 我知道怎么处理。 再说了, 我又不是小孩。 一团温热的半球, 正好靠在方金默的手臂上, 感受着江映月身上炽热的温度, 老方笑了笑, 说, 嗯, 确实不小。 说着, 他抱起江映月, 向套间里走去。 三宝龙的温度还处在30摄氏度左右, 首都的温度已经跌倒了零下十度左右。 看着机场外灰蒙蒙的天气, 方金默有一种预感, 这次回国树直, 恐怕不会那么顺利。 果然, 等到所有乘客都搭乘百度车离开之后, 方金默最后一个下了飞机。 旋梯车的旁边, 一辆黑色的伊维科停在跟前。 方金默的双脚刚刚踏上地面, 三名穿着黑色大衣的工作人员就站到了他的身旁。 站在最前面的, 正是他的老熟人, 国安酒局的林起。 林起显然不认识换了脸的方金默, 他走了上来, 开口说, 黄定邦, 黄先生是吧? 我是局里面派来接你的, 先上车吧。 方金默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跟着林起上了旁边的这辆伊维科。 除了车外面的三个人之外, 车里还有两个工作人员。 老方一上车, 就被这几个人围在了中间, 其中一个人对老方进行了详细的搜身。 腰带, 鞋子, 都被脱下来了不说, 这家伙 居然还在老方的胯下摸了半天。 行了吗? 有完没完? 你踏马是不是变态啊? 这地方还能藏个核导弹是吗? 林起冲着搜身那人摆了白手, 那人这才停止继续搜身。 只见他冲着方金墨笑了笑, 开口说, 不好意思啊, 这都是例行的程序。 行了, 咱们这就走。 伊维科开出了机场, 顺着高速一路向北。 看到窗外的景色逐渐变得荒凉, 方金墨开口问道, 这好像不是进程的方向吧? 咱们不是去布里面树植吗? 你们这是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 林起回过了身, 露出一丝音效, 说, 稍安勿躁吗? 去什么地方, 到了你就知道了。 向北行驶了大约一个小时, 这辆伊维科开进了一条小路, 最终停在了一座有着高大围墙的建筑前。 围墙的外面, 挂着某部委直属干部进修学院的招牌。 大院的内部有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和两块标准的篮球场。 在停车场的对面是一座六层高的教学楼, 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 但大楼的窗户里依旧灯火通明。 像这种干部进修学校, 一般来讲没有繁重的教学任务。 每天下午的课程结束之后, 教学楼就会锁上大门。 这么晚的时间, 大楼里所有的窗户几乎都亮着灯。 这就说明, 这肯定不是什么干部进修学校。 如果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纪委的一处基地。 黄先生, 到地方了, 下车吧。 林奇打开了车门, 阴阳怪气地说道。 方金墨从车上走下来, 跟着林奇走进大楼里。 大楼的走廊擦得很干净,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 进门大厅和走廊里, 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说明, 这里的安保措施十分严密。 虽然看不到任何的警卫人员, 但是想从这里出去, 绝对是比登天还难。 大楼的三层, 林奇打开了一个房间。 房间里面的陈设很简单, 两张办公桌, 一个文件柜。 除此之外, 墙边上还摆着两张型军床, 看来是晚上值班人员休息用的。 眼前的一切都预示着, 这次回国肯定不只是数值那么简单。 果然, 随着身后的房门被人关上。 几名工作人员走了上来, 将方金墨围了起来。 就听林奇开口说, 黄定帮, 请你交出身上的通讯设备, 你的随身物品我们也将暂时收走。 从现在开始, 组织上要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你要在规定的时间, 规定的地点, 老实地交代组织上 对你提出的相关问题。 你听明白了没有? 不是, 你们这是几个意思? 我是来回国数值的, 这几句话说得方金墨有点猛逼。 类似的场面, 一般都是纪委贪腐贪官的。 用在自己的身上, 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更何况, 自已现在这个黄定帮的身份, 根本就不在侧, 他们就算是想双规自已, 自已也没有这个资格呀。 黄定帮, 你已经被两规了。 在这里, 你只能回答组织上提出的相关问题, 除此之外, 你只能回答明白, 或者是不明白。 你没有资格提出任何的要求。 如果你拒不回答问题, 呵呵, 林起虽然没有把话说明, 但他的意思已经表露无疑。 听到这几句话, 方金墨心里暗叫一声, 不好。 本以为对方就是想找个由头, 把自已换下来, 可万万没想到, 他们这是直接想把自已定死啊。 真要是从自已的身上打开突破口, 自已就算是彻底完了。 想到这, 方金墨开口说道, 曹, 你说两规就两规啊? 你是谁啊? 我见面到现在, 我也没见你们出示证件啊。 再说了, 你们知道安全系统的规矩吗? 单线联系? 我有神问题, 只能由我的直线领导来处理, 其他人没有这个资格。 说着, 方金墨迈不就要往门外走。 可林起却挡在了门口, 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黄定帮, 任何人都要接受组织的监督与调查。 就算你是天王老子, 也是这样的规矩。 你不用拿你的上级来压我。 我跟你说实话吧, 如果没有得到相关的授权, 我们也不会对你采取措施。 让开。 我跟你废不着话。 我要是再拦着我, 别怪我不客气。 方金墨知道, 这件事恐怕不能善了。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 房门忽然被打开。 张金全从外面走了进来, 只不过老张身后跟着两个人, 明显是在监视他。 看到这一幕, 方金墨心里咯噔一下子。 怪不自自己刚下飞机就被控制起来。 原来老张也被审查了。 看来这一次, 对方是有备而来啊。 老张的状态看上去不怎么好, 满脸的胡子茶, 眼圈也有些发黑, 一看就是好几天没好好睡觉。 看到方金墨, 老张勉强地挤出了一个笑容, 开口说。 大邦, 你回来了? 好好配合林主任的工作。 问你什么就说什么? 说着, 他指了指天, 又指了指地, 继续说。 咱们做的事情, 绝对对得起天地良心, 完全符合各项规定。 既然他们想查, 就让他们查好了。 我知道, 你肯定会有抵触情绪, 不过这是组织上的程序, 就算是有任何的委屈, 也要尽力地配合。 好了, 不多说了。 说着, 他和方金墨握了握手, 转身离开了房间。 张金泉刚一离开, 林起就让方金墨坐在了房间里的椅子上, 开口说。 好了, 张金泉你也见过了, 他说的话你也听见了, 现在应该配合我们的工作了吧。 黄定帮, 我们提前做过调查。 你在湘江的表现很不错, 领导对你的工作很满意。 但是在湘江工作的这段时间里, 我们发现有相关的情报发生了外泄。 虽然情报外泄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 但是我们必须找到情报外泄的根源。 你知道情报是从哪个渠道泄露出去的吗? 情报泄露? 我不清楚。 你们可以调查, 湘江的工作没有完全结束, 我就被调到三宝龙去了。 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们可别问我。 湘江的事情, 是张金泉泉泉指挥的。 现在把这件事又翻出来, 明显是要往他的身上扣屎盆子啊。 听到方金墨的回答, 林起并没有生气。 他看了看表, 说。 黄定帮, 我不管你之前的身份是什么, 但你始终是组织上培养出来的干部。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这个集体。 所以, 你要搞清楚, 任何的隐瞒都是对组织的不忠诚。 我们要询问的, 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 今天时间太晚了, 咱们就不继续进行谈话了。 你先好好地休息一下, 仔细地想一想。 说完, 他一摆手, 两个工作人员把方金墨送进了里面的套间。 套间之中的陈设更加简单。 一张床, 一张写字台, 屋顶上一盏内嵌室的日光灯, 24小时常亮。 房间的窗户被封死, 墙壁上和所有有凸起的地方都包裹上了厚厚的海绵。 方金墨知道, 这是为了防止自杀。 一般精神病院里, 都是这种装修。 没想到, 自己也享受了这个待遇。 林起站在房间的门口, 开口说, 为了你的安全起见, 房间内的灯光不会关闭。 你睡觉的时候, 也会有人看着你。 当然了, 你要是睡不着, 也可以把你知道的事情写出来。 写字台的抽屉里有纸, 你要是想写, 可以找工作人员要笔。 龙幽潜水遭虾戏。 方金墨总算是体会到这句话的意思了。 老子在国外执行任务, 好几次差点挂了。 好处没落多少, 麻烦是倒是一件接着一件。 现在倒好, 直接弄了个两规。 你说上哪儿说理去? 再说了, 如果字已真有违规的地方, 被审查也是应该。 可是这些年, 老方可以扪心自问, 没有做过一件亏心事。 这些人的目的, 就是让字已咬出张金拳, 从而将他扳倒。 别说老张和字已的关系不一般。 就算是没有这么多年的私人关系, 字已也不能无缘无故地乱咬人啊。 而且, 老张刚才在说那几句话时, 手上的动作明显是另有所指。 他先是指了指天, 这应该是上面有人的意思。 接着指地, 应该是告诉字已想办法出去。 最后和字已握了握手, 应该是让字已放心, 他能过关。 想到这, 方金墨的心里有了底。 他直接往床上一躺, 把衣服蒙在脑袋上, 闭眼开始睡觉。 早晨五点半, 方金墨被人粗暴地叫醒。 林起站在他的身前, 阴着脸说道, 黄定邦, 你的心理素质挺好啊。 这种情况下还能睡着, 我有点佩服你了。 老林, 你也不用佩服我。 这些年, 我经过的大风大浪, 也算是不少。 这点小风波, 还算不上什么。 对了, 隔离审查也管饭对吧我要吃饭。 林起这些年在国安酒局, 审查过不少安全系统内部的人。 他最怕的就是那种什么也不说的, 那些人真是死硬, 就算是上了手段, 也撬不开他们的嘴。 可是像方金墨这种能够正常沟通的, 那就好办多了。 最起码, 这些人能够交流, 就算一开始的时候不肯交代, 但是在面对强大的压力下, 他们最终还是会说出来的。 听到方金墨的要求, 林起笑了笑, 说, 当然, 吃饭肯定没问题。 不过在吃饭之前, 我想问一问你, 昨天晚上,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考虑好了。 你说得没错, 我没有必要替别人隐瞒什么。 我会把我知道的, 全都告诉你。 不过在告诉你之前, 我要洗个脸, 吃顿饭。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当然不过分。 不过按照要求, 在你洗漱的过程中, 我们要有人监控。 呵呵, 这都是必要的程序, 你不要太介意啊。 听到方金墨同意说出他知道的事情, 林起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方金墨说了句随便, 迈步走进了卫生间。 卫生间面积很小, 只有一个马桶和一个洗手台。 方金墨站到了马桶前, 解开裤子, 痛痛快快地撒了泡尿。 在旁边监视他的, 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 方金墨一边听着尿液落在马桶中的声音, 一边对身旁的小伙子说, 哎,老了呀。 想当年, 咱也能迎风尿三尺。 可现在, 顺风使劲还探满尿一些。 小伙, 你多大了, 有对象吗? 在说这几句话的时间里, 负责监视他的小伙子, 把目光移动到方金墨的脸上。 就在这转瞬即逝的一刹那, 方金墨的手伸到了腹骨沟的下面, 撕开了一块仿真皮肤, 一颗白色的药片被他藏在了手指缝中间。 方金墨刚刚藏好了药片, 这个小伙又把目光移了回来。 看到小伙没有回答自己的问题, 方金墨笑了笑, 说, 怎么样, 哥哥的家伙不小吧? 这个粗俗的问题, 让监视他的小伙面露不快。 他正要开口说话, 可方金墨却抢先说道, 有牙刷吗? 给我拿一个。 为了你的安全, 这里不提供牙刷。 洗手台上有漱口水, 你将就一下吧。 林起在卫生间外面说道, 方金墨打开了洗手盆的水龙头, 开口说, 你放心吧, 我没有那么脆弱。 就算是你死了, 我也不会死。 这句话呛得林起直瞪眼。 看着转过身去, 正在洗脸的方金墨, 他心里暗琢磨。 一会儿, 你要是不按我要求的往下说, 看我怎么收拾你。 趁着洗脸的功夫, 方金墨把藏在手中的药片, 快速地塞进嘴里, 咽了下去。 洗完了脸, 他又是梳头, 又是擦护肤品的, 折腾了足足十多分钟, 才从洗手间里走出来。 办公桌上, 已经摆好了一碗小米粥, 两个小馒头, 一袋榨菜和一个鸡蛋。 看到这份早餐, 方金墨周期了眉头, 对林起说, 早点就吃这玩意啊。 我寻思着, 回国以后, 怎么也得来套俩鸡蛋果变的姜饼果子啊。 对了, 我不吃生葱, 光要熟葱, 甜面酱多抹点, 我口重。 要是有卷圈, 也给我来一个, 记得买脚饼加上。 黄汤拉面有吗? 来个小碗的就行, 多放辣子, 多盛汤。 黄定邦, 注意你的身份。 你现在是正在接受审查的人员, 你想吃那些东西, 没问题。 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问题。 把事情说清了, 或许还有出去的可能。 如果, 看着暴怒的林起, 方金墨笑了笑, 说, 行了, 行了, 大早上起来的, 别那么大火气。 我吃, 我吃不就完了吗? 有勺吗? 给我来一个。 方金墨现在的待遇, 和监狱的犯人一样, 为了防止自杀, 桌上的餐盒都是塑料的, 别说是筷子, 就连勺也没有。 林起显然被他气得不轻, 只见他喘着粗气, 开口说, 没有, 你凑合一下吧。 赶快吃, 吃完了尽早交代问题。 方金墨漫条丝里地包着鸡蛋壳, 嘴里嘟囔着说, 老林啊, 不是我说你, 你这脾气得改一改了, 别动不动就发火。 你看看你, 我就是说了两句话, 就把你气得青筋暴跳的。 我要是真出了点什么意外, 你还不得气成五老二啊。 到时候, 左手六, 右手七, 脚底下画圈, 你就成太极宗师了。 林起懒得听他废话, 气得把头扭向了一边。 方金墨把主鸡蛋的蛋壳全部包干净, 一个完整的鸡蛋出现在他的手中。 就在所有人都没有注意的情况下, 老方直接把整个鸡蛋放进了嘴里, 脚也没脚, 直接吞了下去。 人类是十道直径有二至三厘米, 狭窄处只有一, 五厘米。 而鸡蛋的直径在四至五厘米左右。 方金墨把一整个鸡蛋吞了下来, 正好卡在了咽喉狭窄处。 短短十几秒的时间, 强烈的窒息感让方金墨眼前发黑, 从凳子上摔倒在地。 巨大的声响让正在生闷气的林起, 吓了一跳。 看到倒在地上不停抽搐的方金墨, 他连忙问道。 他怎么了? 负责监视方金墨的那个年轻人, 显然被眼前的情景吓坏了, 就听他结结巴巴地说道。 他, 他可能被鸡蛋卡住了。 曹, 你干什么吃的? 怎么不看住了他? 小马, 快点去叫医生。 你也别愣着了, 试试能不能把鸡蛋给他抠出来。 说着, 林起赶紧跑到了方金墨的身边, 将他的头抱了起来。 此时, 方金墨的脸色已经开始发紫, 身体也在不停地抽搐着。 林起试图用手指把方金墨喉咙里的鸡蛋抠出来, 可是了半天, 都没有成功。 就在此时, 负责监视老方的那个年轻人稍稍缓过神来。 他连忙走到方金墨的背后, 双手交互顶在牢房的胃部, 使劲向上撞击。 在连续几次撞击之后, 就听哇的一声, 鸡蛋从方金墨的嘴里吐了出来, 可是, 老方的情况并没有好转。 他的身体依旧在不停地抽搐, 呼吸急促, 还伴有咳嗽, 嘴里面咳出了大量的粉红色泡沫痰, 眼看着就要不行了。 就在所有人都束手无策时, 医生背着药箱匆匆感到。 看到方金墨的情况, 他先是拿出听诊器在牢房的胸前听了一阵。 紧接着, 他一边摸着老方的颈动脉, 一边伸手看表。 一分钟的时间刚到, 这位医生说, 心跳180, 估计是急性心衰, 咱们这里没有抢救设备, 必须马上送到医院去抢救。 不行, 这个人正在接受审查, 万一? 医生可不管这么多, 他一边从药箱中翻找着药品, 一边说, 我先给他打一针利多卡因, 这个人必须马上送医院抢救, 如果不送医院, 他肯定会死。 到时候, 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林奇可负不起这个责任。 方金墨要是真死在这里, 上面的大领导还不得把他的皮疤了。 他犹豫了一下, 对着身后的人说道, 还愣着干嘛, 赶紧准备车, 送他去医院。 方金墨刚才在洗脸时吞下去的药片, 专门就是为这种情况准备的。 这种药吃下去之后, 会造成心率失常。 就算是在医院里用设备检查, 都是这样的结果。 更别说进修学校里的医生, 只是简单地用听诊器听了一下。 方金墨的身上, 还藏着好几种应急的装备, 全部用防水防汗的仿真皮肤贴在了身体的隐秘位置上。 就算是脱光了衣服检查, 如果仅凭肉眼观看, 也不会看出异样来。 当然了, 这也和看守他的人经验不足有关系。 如果是方金墨负责看守, 他肯定会把看守目标的身体一寸一寸地检查, 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说白了, 这就是工作经验的问题。 林起一直做办公室, 没有接触过外勤工作。 这回吃了个大亏。 事发突然, 方金墨被抬上了一辆没有经过改装的伊维科, 横放在后座上。 林起本来想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可那位医生却开口说, 你过来, 抱着他的头。 你没见他一直咳嗽吗? 如果分泌物堵住了呼吸道, 他就完了。 无奈之下, 林起只能坐在了后座上, 让方金墨的上半身躺在自己的腿上。 命令司机立刻开往最近的医院。 此时, 那片药的药效已经过去了, 方金墨的心跳恢复了正常。 不过他依旧装作不停地抽搐, 用来麻痹车上的众人。 这辆伊维科在公路上飞驰了二十多分钟, 速度逐渐地慢了下来。 方金墨虽然看不见车外的情况, 但是听着外面传来的喇叭声, 他估计这辆车已经开进了市区, 差不多是到脱身的时候了。 想到这, 方金墨的身体再一次剧烈地抽搐。 两只手扬了起来, 摸到了林起的腰上。 果然, 这家伙的腰上, 带着一只六十四式手枪, 就在方金墨的手摸到枪的一瞬间。 他的两条腿突然卷起, 双脚绕到了林起脑后, 将双脚交叉收紧, 同时将左脚踝放到右脚踝处, 锁住对手头颈部位。 这是巴西柔术中的招数, 有一个专用名称叫Triangle Choke。 翻译过来, 也就是三脚锁的意思。 在国际无限制综合格斗的擂台上, 三脚锁属于必杀技。 只要脚锁成功, 比赛就结束了。 林起在被方金墨的双腿锁住的一瞬间, 直接就晕了过去。 这还是老方腿下留情, 没有用力。 否则的话, 林起的颈椎就被他拧断了。 与此同时, 方金墨将林起的配枪握在手里, 先是冲着车前的挡风玻璃开了一枪, 紧接着, 他又对身旁的玻璃开了一枪。 连续两声枪响, 让开车的司机下意识地踩了脚刹车, 就在汽车减速的一瞬间, 方金墨用手肘打碎了车窗玻璃, 像只猴子一样从车里跳了出去。 车上面的几个人谁也没有意识到, 刚才还生命垂危的黄定帮, 竟然突然发难。 不但在极短的时间内控制住了林起, 还下了他的配枪。 从他突然抱起到他从车里跳出去, 时间不超过五秒钟。 车窗外是通往医院的主干道, 七点多的时间, 正是早高峰时段。 等到车上的众人反应过来, 打开车门下去追, 方金墨早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一个小时之后, 林起才从昏迷中醒过来。 刚一睁眼, 他看到的是一张脸色铁青的马脸。 林起吓了一跳, 他还以为自己死了, 到了阴曹地府, 看见牛头马面呢。 直到医生替他做了一番检查, 他才知道自己躺在医院里。 我,我没事。 你们都出去, 我要跟马主任说几句话。 医生和工作人员离开病房后, 林起连忙说。 马主任, 那个黄定帮是个恋家子。 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就被他弄晕了。 不是我不小心, 实在是对方的实力太强了。 当然, 我也有过错, 没有考虑到对方的实力那么强。 你现在说这些废话还有什么用? 我费了半天劲, 才把黄定帮引回来, 打算从他的身上打开张金权的突破口呢。 可你倒好, 什么都没问出来不说, 还踏马让人跑了。 我真是纳闷了, 你在国安系统这些年, 一直在吃屎吗? 这些外勤特工是什么身手, 你会不知道。 马主任是安委会下属战略目标办公室的主任, 和张金权算是平级。 这个战略目标办公室主要的职责是向领导提出下一步工作的方向建议。 可这位马主任提出的几次建议都被领导否决了, 反倒是负责执行工作的张金权提出的三宝龙计划得以实施。 前段时间, 安委会的一位副主任退休了。 空出来的这个位置, 据说要在安委会内部产生。 有资格担任这个副主任的, 只有区区几个人, 张金权和马主任就在这几个人当中如果按资历来说, 马主任比张金权还要老一些。 但是说到工作成绩, 那张金权可以甩他几条街。 为了能够坐上安委会副主任的这个位置, 马主任想出了一个歪招。 三宝龙计划不是进行得挺顺利吗? 那就给你添点赌。 正是因为这件事, 才有了后福前往三宝龙担任工作组组长, 黄定帮回国之后被隔离审查。 甚至于张金权, 现在也在接受内部调查。 如果能从黄定帮的身上打开突破口, 迅速坐视张金权的问题, 一切都好说。 可现在黄定帮跑了, 张金权被审查的事情 也被相关领导过问过好几次, 如果再拿不出真凭实据, 对他的审查就必须终止。 到那个时候, 张金权还不疯狂地报复自己。 现在最关键的, 就是要迅速地把黄定帮抓回来, 从他的身上打开突破口。 想到这, 马主任开口说, 老林, 我刚才说的话可能有点重。 但是, 这个黄定帮一定要尽快抓回来。 这样, 你再辛苦一下, 我给你协调一些人, 无论用什么方法, 三天, 不, 两天之内, 一定要见到黄定帮。 时间紧, 任务重, 你现在就着手进行吧。 方金默也不是傻子, 他很清楚, 林起和他背后的人, 肯定会不下天罗地网, 对自己进行抓捕。 他并没有急着往外跑, 而是一路打听, 来到了附近的一处别墅区, 打算先来个灯下黑。 这片别墅区位于首都的北部, 衣衫傍水, 环境优美。 最主要的是, 这里距离机场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距离首都市中心, 开车也只需要45分钟左右。 所以, 住在这片别墅区里的人非富即贵。 据说很多币圈大佬和港台明星都在这里安家落户呢。 别墅区的安保措施很严, 但是对方金默来说, 这种安保措施如同无误。 他轻松地越过围墙, 躲避着摄像头, 来到了一处看上去很久没有人居住的别墅前。 方金默在院子里找了一根铁丝, 在后门的门锁里拧了几下, 房门应声而开。 别墅里的装修很豪华, 但地面上有一层厚厚的土, 可以看出来至少有半年没有人来过了。 客厅之中挂着一幅巨大的照片, 是一位看起来有些眼熟的师承女歌手。 方金默想了半天, 也没有想起这个女歌手的名字。 靠近飘窗的位置, 还摆着一架三角钢琴, 老方虽然不懂, 但可以看出来这架钢琴造架应该不菲。 来到二楼, 卧室的衣橱中都是女人的衣物。 好在卫生间还有水, 老方把身上的衣服脱了下来, 扔进了洗衣机, 又放了一缸热水, 跳进了浴缸里。 就在他琢磨下一步要怎么办时, 楼下的正门忽然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好了, 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了。 哎呀, 没关系, 明天找个阿姨收拾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不跟你说了, 我先挂电话了。 紧接着, 高跟鞋踩在地面上的声音从楼下传了上来, 正躺在浴缸里的方巾墨, 一下子慌了神。 这人要是倒霉, 喝凉水都塞牙, 放屁都砸后脚跟啊。 自已在别墅区里转了半天, 才选了这么一间, 看上去很久没人居住的房子。 没想到刚进来还不到半个小时, 房主就回来了。 最关键的是, 自己的衣服都扔在洗衣机里。 被人当成绑匪并不可怕, 这要是被人当成流氓, 那可就说不清了。 想到这, 方金墨连忙从浴缸里爬了出来, 拿起一件浴袍, 胡乱地穿在身上。 在诗城, 许文芳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知名歌星。 但是, 在大陆, 他的名气没有那么响亮。 这次到大陆来, 他是作为嘉宾来出席情歌王子的演唱会。 两个人会合唱一首《别让情两难》, 然后再唱一首新专辑里面的歌曲。 整个行程只会在首都停留两天。 所以, 他没有订酒店, 而是回到了这间别墅里。 许文芳的家中有四个姊妹, 一个弟弟, 他是最不得宠的三姐。 他的父亲是诗城的一个低级公务员, 每个月的薪水要养活一大家子的人, 所以, 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 许文芳上学时成绩一般, 长相也就是比普通人稍稍好看一点点。 可上天给了他一副好嗓子, 让他在诗城的电视歌手大赛中一举夺魁, 踏入了演艺界。 虽然成了当红歌星, 但许文芳还是习惯一个人亲力亲为。 所以, 这次到大陆来, 他根本没有带助理。 将行李箱提到了卧室, 许文芳直接坐到了床上。 他刚刚喘了口大气, 就在这时, 一双有力的手从后面捂住了他的嘴, 低声说, 小姐, 实在不好意思, 闯进了你的家里。 你放心, 我不是坏人, 我休息一下, 马上就走。 但是在这段时间里, 可能要委屈你一下了。 说完, 身后的那个人用毛巾将许文芳的手脚捆了个结实。 紧接着, 那个人又拿出一条毛巾, 想要把他的嘴堵上。 将在两个人目光相接的一瞬间, 许文芳忽然开口。 等等, 你是阿邦? 方金默愣了一下, 没想到在万里之外的首都, 还有人能够认出自已。 这个女人是谁? 她怎么会叫出自已的名字? 方金默没有继续堵住她的嘴, 而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开口问。 你是谁? 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许文芳一脸兴奋地说道, 我当然知道你的名字了。 你叫黄定邦对不对? 你是三宝龙皇家的女婿对吧? 说起来, 我们家和皇家还有些亲戚呢, 要是算起来, 我应该叫你一声表姐夫呢。 等会儿, 等会儿, 你到底是谁? 方金默有点猛逼了, 随便找了间别墅进来, 本想着藏一段时间再说。 可房主突然回来了, 还自称是自已的表小姨子。 这都哪跟哪呀? 太巧合了吧。 哦, 我叫许文芳, 是狮成人三宝龙的皇室家族, 在狮成有一支分支, 你应该知道吧? 我妈咪也姓黄, 就是三宝龙皇室家族的人。 至于我怎么知道你, 你还不知道吧? 你在三宝龙的世纪, 已经被南洋日报转载了。 狮成的华人都说了, 三宝龙出了你这样一个人, 以后就没人敢欺负当地的华人了。 许文芳? 啊, 我想起来了, 我听过你的歌。 都是夜归人, 是吧? 我太太很喜欢听。 不过, 我更喜欢你唱的 你抽的烟那一首。 听到这个名字, 方金默的心里 稍稍放松了一些警惕。 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女人是师诚的歌手, 应该和国安没有什么瓜葛。 表姐夫, 先帮我解开好不好? 你放心, 我肯定不会跑的。 方金默看了看她, 这个许文芳就是个柴火妞, 浑身上下没有二两肉, 她就算是想跑, 自己也能在第一时间控制住。 想到这, 老方解开了困在她手脚上的毛巾, 开口说, 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我确实是遇到点麻烦, 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你放心, 等我的衣服洗好了, 我马上离开。 许文芳揉着自己的手腕, 上下打亮着方金默。 方金默的身上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浴袍, 很明显, 这件浴袍的主人就是她。 老方虽然已经年过四巡, 但常年的锻炼让她的身材保持得不错。 孤男寡女处在这样的环境里, 房间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 许文芳从床上站了起来, 开口说, 对了,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需不需要我和你太太联系一下? 方金默摇了摇头, 说, 一言难尽啊。 反正是遇到点麻烦事, 你什么也不用做, 就当没见过我这个人。 对了, 你身上有现金吗? 借我点钱。 许文芳从随身带着的提包里, 拿出了钱包, 从里面抽出一打现金。 就在方金默伸手去接钱时, 许文芳突然把手缩了回去, 开口说, 表姐夫,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的身份恐怕不仅仅是 湘江社团大佬那么简单吧。 方金默的眼神一下子冷了下来, 他盯着许文芳, 开口说,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许文芳笑了笑, 说, 别紧张, 你可能不知道, 我这个人除了唱歌, 还喜欢看侦探类的小说。 而且, 三宝龙皇家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妈咪和我详细地说过。 你和美静姐突然出现在三宝龙,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把皇家振兴起来,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所以, 我觉得你们的身份肯定不一般。 最主要的是, 我居然在首都的这间别墅里遇见了你, 这更加坐实了我的猜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是间谍。 看着紧张中有带点兴奋的许文芳, 方金默暗自叹了口气。 看来这个世界上随时随地都会遇到聪明人, 两个人接触了不到半个小时, 这个姑娘就能从掌握的信息之中分析出方金默的身份, 这种天才的分析能力如果放在情报分析上, 绝对是顶尖的情报分析师。 想到这, 方金默笑了笑, 说, 你猜得不错, 以后别猜了。 实话告诉你吧, 我是搞电信诈骗的。 东南亚那边改腰字的知道吗? 怎么样, 害怕了吧? 没等许文芳说话, 洗衣机发出了一阵风鸣声。 方金默看了他一眼, 转身走进了卫生间, 从洗衣机里拿出烘干好的衣服换上。 等到他从卫生间里走出来时, 许文芳依然坐在卧室的梳妆台前, 没有跑出去报警。 看到气定神闲的许文芳, 方金默开口问道, 你怎么不跑啊? 我闯进你的家里, 你应该报警抓我才对。 许文芳笑了笑, 说, 在东南亚地区, 华人族群不是很团结。 我爷爷曾经跟我说过, 在东南亚, 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 维护所有华人的利益, 那么这个人肯定不会是坏人。 你在三宝龙座的事情, 已经传遍了整个东南亚。 所以, 我相信你不是坏人。 我知道, 你们这些间谍, 不会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 所以, 你究竟遇到了什么麻烦, 我也不会去问。 但是, 不管你遇到什么事, 我可以帮你。 方金墨也没想好下一步该怎么做。 听到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表小姨子说, 能帮自己, 他索性坐了下来, 笑着说, 哦, 你说说, 打算怎么帮我? 我是来参加情歌王子的演唱会的, 我是演唱会的助演嘉宾, 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你可以装成我的保镖。 你放心, 跟在我身边, 绝对能保证你的安全。 等这几天的当期结束之后, 如果你想走, 我可以送你走。 方金墨看了看他, 问道, 你为什么这么帮我? 别跟我说, 咱们是亲戚啊, 别说是咱们这种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 就算是亲父子, 互相残杀的也不稀奇。 许文方兴奋地说道, 刺激啊! 落难的间谍遇到了一个漂亮的姑娘, 这个姑娘最后帮助她完成了任务。 小说里不都是这样写的吗? 方金墨被她整得彻底无语了。 这丫头想起一出是一出, 估计脑子多少有点毛病。 不过现在自己的情况, 跟在她的身边未尝不是一个办法。 想到这, 她点点头, 说, 好吧, 就按你说的办。 你们出门演出应该有造型师吧? 能不能帮我请过来, 我要换一个造型。 就在方金墨躲在别墅的这段时间里, 林起快要急疯了。 她没有任何的办案经验, 要她去寻找方金墨的踪迹, 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马主任在公安部工作过一段时间, 为了寻找方金墨, 她利用老关系, 从公安部请来了几个办案的专家。 这几个办案专家, 确实有真本事, 拿到了黄定帮的资料之后, 立即开展行动, 先是调取了周边的监控摄像头, 利用天网系统来寻找她的行动轨迹。 接着又把她的照片, 发到了警务通的终端系统上。 所有在外执勤的警察, 看到终端系统上的通知, 一旦发现黄定帮的踪迹, 就会立即呼叫支援。 这些方法用上, 一般的犯罪分子超不过24小时就会落网。 可方金墨是一般人吗? 当然不是。 特工最基本的技能就是跟踪与反跟踪。 警察用的这些手段, 对她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 所以, 这些人忙活了大半天, 连方金墨的影子都没找到。 一位50多岁的办案专家甚至怀疑, 这个人可能已经巴车出了首都了。 此时, 方金墨坐在许文芳的别墅里, 正在让造型师给她理发。 对, 剃个平头, 把前面的发际线剃高点, 对, 就是这样。 头顶上再剃短一点, 没事, 就是看上去像是秃顶的样子。 经过方金墨的一番指挥, 新发型终于出炉了。 原本留着分头的方金墨, 现在的发型十分亮眼, 看上去就跟辽北著名狠人镖哥的头型差不多。 穿上黑西服, 戴上黑墨镜, 再挂上一条双狗的金链子, 妥妥就是开源第一保镖啊。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没有见骷髅卫衣。 看着镜子里的字椅, 就连老方字椅都差点认不出来。 在湘江和三宝龙待的这大半年时间, 让她的身上, 养成了一种上位者的气息。 可是在看现在, 妥妥就就是个山炮进城啊。 不过方金墨还是有些不满意, 她从许文芳的化妆盒里找出了一个粉扑, 将里面的海绵掏了出来, 塞进了上牙床的侧面, 这让她的整张脸看起来又和刚才不一样了。 做完了这一切, 方金墨从一个儒雅的中年大叔, 变成了一个充满了江湖气息的老混子。 看着眼前的方金墨, 许文芳惊得瞪大了眼睛。 她怎么也不相信, 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 一个人的气质竟然能够改变得如此之大。 看到一脸诧异的许文芳, 方金墨知道, 自己的化妆可以瞒过绝大多数人。 现在, 是该出去打探一下消息了。 想到这, 她开口说道, 走吧, 咱们出去转转, 顺便买点东西。 琉璃场大街, 中午时分, 街上的行人不少。 方金墨和许文芳走在这条古香古色的街道上, 看上去就像是一对情侣。 许文芳虽然来过大陆不少次, 但从来没有认真的逛过。 今天, 当她跟着方金墨来到这条文化气氛浓厚的街道时, 立刻引起了她的兴趣。 哇, 这些店铺看上去都很古老哎, 这里面都是卖什么的。 方金墨一边往前走, 一边说道, 这是琉璃场大街, 清朝时期, 当时各地来经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 大多集中住在这一带, 因此在这里出售书籍和笔墨纸艳的店铺较多。 当然了, 除了笔墨纸艳, 这里的古董行也是行业之中的翘楚, 看见那间店铺没有。 顺着方金墨手指的方向, 一间名为荣帽斋的店铺出现在许文芳的视线中。 方金墨继续说, 这间店铺已出售书画古丸最为出名。 他们复制出来的假画, 几乎可以乱真。 据说张大千有一幅画被荣宝摘访了, 最后连画作的原主人都纷纷辨不出哪张是真, 哪张是假。 真的吗? 有那么厉害? 我们进去看看好吗? 我爷爷很喜欢华夏的山水画。 方金墨笑了笑, 说, 现在这地方卖的都是印刷品, 真正的好东西贵得吓人。 你跟我走, 我带你去淘点好东西。 说着, 方金墨带着徐文静拐进了一条胡同里。 在这条胡同里又走了几百米, 老方的脚步停在了一间名为善本堂的店铺前。 方金墨推门走了进去, 只见二十多平米的店铺里面乱七八糟地堆满了各种书籍。 远远看去, 这些书籍有明清时期的现装书, 也有见过以后的发行于五、六十年代的旧书。 店铺一侧的椅子上,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 正捧着一本《Playboy》巨精会神地看着。 嗨嗨, 老方咳嗽了一声, 这才让正在看画报的店主反应过来。 只见他连忙, 把手中的画报放在一旁, 伸手推了推鼻子上面的戴帽眼镜, 用一嘴地道的惊片子说道。 哟, 来了您, 您二位看看, 需要点什么? 您别看我们这个店小, 可俗话说得好,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啊。 容貌摘有的东西, 我们这全有, 容貌摘没有的, 我也能给您想办法弄来, 您看。 我要张泽端的清明上坟图, 您能给我弄来? 您看您这话说的, 老板贼眉鼠眼地笑了笑, 说, 您要是能弄来真迹, 还用守着这间小店吗? 张泽端的真迹, 我这没有, 不过齐白石画的瞎, 我这倒是有一幅。 我看您二位是个买主, 这才跟你们说。 要是一般人, 我连看都不给他们看。 实话告诉你们, 这幅画是齐白石老爷子送给我爷爷的。 别窝我们家现在破落了, 可是在前清。 方金墨听他说话越来越不靠谱, 直接开口打断了他, 说, 行了, 独鼠强, 我知道你们家是前清八大绿帽子王之一。 我这次来, 主要是找你半点正事。 独鼠强是这个小店老板的外号, 知道他这个外号的人, 屈指可数。 听到这么陌生人叫出了自己的外号, 独鼠强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一脸警惕地看着他, 说, 你, 你是谁? 你想干嘛? 我, 我很多年不做那种生意了。 方金墨笑了笑, 说, 别害怕, 是老方介绍我过来的。 老方, 哦, 那什么, 你二位先做, 喝茶嘛。 张艺员的高岁, 说着, 独鼠强一脸善笑地向后院退去。 方金墨知道, 这小子想要跑他一把按住了独鼠强的肩膀, 说, 当年要不是老方, 你的这双手就让人废了吧? 现在老方让我找你拿点东西, 你他马推三组四的, 是不是不打算混了? 独鼠强的祖上确实是满清勋贵出身, 不过到他爷爷那一辈, 就已经家到中落了。 不过他们家有一首临摹古画的绝活, 眼看着衣食无着落, 就做起了这个买卖。 这个买卖发展到独鼠强政, 这小子凭借着家传的绝活, 开始制作各种假症。 不得不说的是, 这小子的手艺很不错, 做出来的假症已假乱真, 可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正是因为他的这首绝活, 他成功地进了监狱。 当时, 方金默正在追查一起 国外间谍潜伏的案件。 各方面的线索 都集中在制作假症的独鼠墙身上。 老方从监狱里把他捞了出来, 换来了潜伏特工的具体信息, 顺利地挖出了潜伏特工。 再后来, 两人之间有过几次合作。 现在的方金默最需要的, 就是一张证件, 所以, 这才有了琉璃厂的一日游。 独鼠墙听他说得头头是道, 也放下心来。 他看了看面前的这个人, 开口说, 咱们先说好啊, 我现在不做假证了。 不过我手里面有几张真的证件, 你看看有没有能用的。 说着, 他从身后的柜子里, 拿出了一个盒子。 打开盒子, 几十张身份证摆放在里面。 老方注意地翻看这些身份证, 从里面找出了几张和自己年龄长相有几分相似的。 说个价吧。 方金默开口说道, 独鼠墙琢磨了一下, 说, 老方介绍来了, 你就给我五千块钱算了。 我擦, 你怎么不去抢银行? 两千, 不能再多了。 说着, 方金默掏出一打钱, 扔在了桌子上。 临走之前, 他还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清代的古籍, 笑着说, 这本书借我看看啊。 哎, 光是那本书就不止这个价, 你这是抢劫啊。 有了身份证的方金默心里大定。 接下来, 他敢进行反击了。 下午五点, 正处在隆冬季节的首都, 天色已经开始渐暗。 方金默开着一辆黑色的帕萨特, 正在前往海津市的路上。 离开首都的高速收费站口, 等候的车辆排成了一条长龙。 终于轮到方金默接受检查, 只见他不慌不忙地递上了身份证, 开口说, 哥妈, 咋回事啊? 是不是抓逃犯呢? 检查证件的警察看了看他, 又看了看车里面的许文芳, 将证件递了回来, 开口说, 例行检查, 你可以走了。 方金默收回了身份证, 随手放进了口袋里, 关上车窗, 快速地离开检查站。 车速很快提到了120, 坐在后座上的许文芳, 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说, 哎呀, 刚才吓死我了, 你就不怕他们查出来你用的是假证件。 方金默一边开车, 一边说, 证件不是假的, 只要人像有几分相似, 就能混过去好了, 我到地方之后, 你自己坐车回去。 我怕这个身份万一有问题, 别再连累了你。 海金市南郊区的一处大型楼盘中, 方金默把车停在了楼盘的外面, 带着许文芳走进了一座入住率很低的高层之中。 老芳从热力井中拿出了钥匙, 打开了安全屋的房门。 这座安全屋所在的小区周边, 大部分都是烂尾楼。 20层高的高层, 只有区区五, 六户人入住。 如果食品和饮水充足的情况下, 藏着这里十天半个月, 都不会有人发现。 方金默走到卧室里面, 从柜子下面拽出来一个箱子。 箱子里面有各种特工装备 和用来易容的化妆品。 最主要的是, 一部保密电话也放在了箱子之中。 方金默先是将保密电话冲上电, 然后将腰带、 扭扣之类的装备挂在身上。 等到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他拿起保密电话, 走进了卫生间。 江应月这几天日子也不好过。 方金默在身边是还不觉得怎么样, 可是他一走, 各种麻烦是接踵而来。 先是封电厂项目有土人闹事, 说是占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 狮子大开口地要补偿。 接着, 又是税务部门到公司来查账。 好不容易把这两件事平息下去, 后福又跳出来刷存在感了。 他先是指责指责江应月给土人的赔偿款, 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又说给税务稽察官的好处是违规操作, 反正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不让你好受。 当然, 这些都是小事。 最主要的是, 最近这两天, 他的周围突然多了几个陌生的面孔, 这让江应月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江应月能够感觉到, 跟踪他的这几个人是专业的特工。 他们跟踪的方法很有经验, 如果江应月不是干这一行的, 根本不会发现这些人。 再加上方金墨回国之后立刻失联, 种种迹象表明, 这几个人是冲着他来的。 就在江应月犹豫, 是不是让浦社长出手时, 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到了他的手机上。 喂, 是我, 现在说话安全吗? 听到方金墨的声音, 江应月稍稍松了口气。 他站起身来, 走到了卫生间里, 低声说, 到底遇到什么事儿了? 是不是很麻烦? 方金墨叹了口气, 说, 我刚下飞机, 就被酒局的人带到了一个进修学校。 这帮人话里话外的意思, 是让我交代张局, 干过什么违规的事儿。 我当时就要翻脸, 可这帮人把老张也叫了过来。 按起来, 他现在也自身难保。 我在里面扛了一宿, 我估计转过天来, 就该对我上手段了。 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 就是铁打的汉子也踏马熬不住啊。 我要是再不跑, 就得去打成招了。 我现在暂时安全, 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方金墨虽然说得很轻松, 但江应月却明白, 他现在的处境万分危险。 听到这, 江应月皱着眉说, 要不你先暂时撤出来, 我倒是有几条管道, 应该是安全的。 方金墨在电话那边摇了摇头, 说, 不行, 我不能走。 我要是一走, 老张就完了。 老张要是一倒, 咱们就彻底被动了。 我正琢磨着, 想办法把老张弄出来。 这个老家伙, 肯定留有后手。 你千万别乱来啊。 那是在国内, 你要是弄出大动静来, 谁也保不住, 你听我的, 暂时先撤出来。 方金墨叹了口气, 说, 现在想撤出去, 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了。 我这一跑, 林奇那边肯定不下了天罗地网。 我要是一有动作, 他们肯定能发现。 现在的主要目的, 就是想办法营救老张, 只要他一出来, 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江应月也明白, 如果方金墨从国内跑出来, 那就坐实了叛逃的罪名。 到时候, 不但他被通缉, 张金全也会被连累。 方金墨的计划虽然以身犯险, 但这也是现在唯一能彻底解决这件事的方法了。 想到这, 他低声问道, 需要我做什么? 方金墨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开口说, 他们不是搞我吗? 你在三宝龙那边, 好好地招待一下那个后福。 我在这边, 对林奇下手。 咱们给他来个双管齐下, 让那些人知道知道, 咱们也不是没有反击的能力。 老张这种层级的官员,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 不会审查太长的时间。 只要咱们撑过这段时间, 等老张放出来, 对面就会老实了。 再说了, 我闺女那件事到现在也没给我个说法, 我正好借这个机会敲打敲打这些人。 别他妈老子在前面玩命, 他们在背后整人。 和江应悦通玩话, 方金墨又给原来在技术部门工作的一个同事 打去了电话。 这个兄弟叫看齐, 原来也是外勤特工, 在北非执行任务时, 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后背。 要不是老方貌似把他背了出来, 这家伙早就成了沙漠里面的一具干尸了。 回国之后, 看齐凭了个四级伤残, 从一线退了下来, 在国安部下属的通讯中心工作。 接到老方的电话后, 他刚说了没两句, 立即挂断了电话。 就在方金墨以为他不愿意惹这个麻烦时, 一个没有显示来电信息的电话打了进来。 方金墨按下了接听键, 就听对方在电话里说道, 老方, 我听说你死了呀。 你这是? 呵呵, 事情有点复杂, 以后有机会再给你解释。 我打算监控一个人的手机, 能做到吗? 看齐在电话那边犹豫了一下, 开口说:「好吧, 把那个人的信息告诉我。 林奇, 国安酒局的。 你应该认识他。」 方金墨的话音刚落, 就听看齐在电话那边说道, 你疯了。 让我监控自己人。 这要是被人知道, 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你的技术我是知道的, 手脚干净一点, 肯定不会被人知道。 你就说帮不帮我这个忙吧。 方金墨绝口不提当年的事情, 可这份情, 看齐却一直记在心里。 现在方金墨找上门来, 这样他有些为难。 他琢磨勒半天, 开口说, 我尽力吧, 等我消息。 半个小时之后, 方金墨的手机上 接到了一条短信。 短信只有一个网址, 老方拿出一台笔记本电脑, 打开了这个网页。 网页上, 林奇手机里面的信息一览无遗。 只不过这家伙很谨慎, 从来不从手机里面 用文字谈论工作。 不过, 微信里面的一条信息, 却引起了方金墨的关注。 这条短信是林奇的女儿发给他的, 要他想办法去买几张 情歌王子演唱会的门票。 看到这条信息, 方金墨的心里有了一个计划。 看来老天都在帮自己啊。 客厅里的那个小姨子, 这不就派上用场了吗? 爸爸, 你一定要帮我弄几张 演唱会的门票。 我都跟同学说好了, 一起去看情歌王子的演唱会。 我话都说出去了, 要是没有票, 你让我怎么跟他们说啊? 电话里, 女儿林娇正在跟林奇撒着娇, 作为林奇的独生女。 林奇对他的女儿, 可以说是要星星不给月亮, 竭尽所能地满足女儿的一切要求。 更何况, 人家确实有这个条件, 作为一名安全部门的处长, 弄两张演唱会的门票, 这还叫个事吗? 可是今天, 林奇却并没有答应女儿的要求。 黄定帮失踪已经超过二十个小时, 林奇在首都周围, 不下了天罗地网, 本以为能够轻松地抓住黄定帮。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公安部通缉令上的逃犯抓了不少, 可就是没有黄定帮的踪迹。 马主任要求两天之内必须见到黄定帮, 现在时间已经过半, 这个黄定帮就像是耗子钻进了下水道, 根本无迹可循。 林奇级的血压升到了一百六十, 嘴里面也起了两个大炮。 这要是让黄定帮跑了, 马主任还不得扒了他的皮。 这种时候, 每一秒钟的时间都是极其宝贵的。 就在女儿还在电话里撒娇时, 听筒里传来了另一个电话打进来的提示声。 林奇赶忙对女儿说, 我这几天特别忙, 你不要来烦我。 去找你妈要钱, 自己买票去看。 说完, 她赶紧挂断了女儿的电话, 接通了打进来的那通电话。 她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听电话那边, 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 先生, 您好, 无抵押贷款了解一下。 只要有身份证和信用卡, 就可以申请最高五十万的额度, 年化利率百分之六左右, 最快可以当天放款, 您需要吗? 林奇拿着电话愣了足足有一分钟, 这才暴怒地叫道, 我需要你马勒戈壁。 林奇在电话里破口大骂, 她的女儿林娇也不好过。 几个花枝招展的女生 围在她的身边,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道, 你不是说你爸能弄来票吗? 票呢? 就是, 平时吹你爸是什么安全特工, 多么大的能耐, 现在漏下了吧? 我爸说了, 让我自己去买票, 大不了去找黄牛买票。 林娇气呼呼地说道, 一个女孩瞥了她一眼, 不屑地说, 切, 买黄牛票, 还用得着你啊? 咱们走, 别理她。 几个女孩转身就走, 林娇气得眼泪都要下来了。 就在她不知所措时, 一个陌生的电话打到了她的手机上。 喂, 找谁? 接通了电话, 林娇美好气地问道。 电话那边, 传来了一个声音甜美的女生。 请问你是林娇林小姐吗? 不知为什么, 这个声音听上去有些熟悉。 林娇收敛起脾气, 开口问道。 我是林娇, 你是哪位? 西西, 我是许文芳。 知道我是谁吗? 许文芳? 你是和阿哲唱 别让情两难的那个许文芳。 你, 你怎么会有我的电话? 你不会是骗子吧? 不管怎么说, 林娇的父亲 也是安全系统的人。 耳濡目染下, 她的警惕性 还是很不错的。 电话那边, 许文芳有些紧张地说道。 你放心啦。 是你爸爸托人找到了我, 我才给你打的电话。 我这次到首都来, 主要是给阿哲当演唱会的 助演嘉宾。 我在休息的时候, 看到了你在网路上的留言。 在留言里, 你说你很喜欢我和阿哲的那首 别让情两难, 本来我就想在这次演唱会上, 抽取几位幸运观众到现场观看, 不知道。 林娇已经被突如其来的幸运砸猛了。 没等许文芳说完, 她忙不迭地说道。 真的? 那太感谢了。 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许文芳继续说。 这样吧, 今天晚上正好有一次彩排,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带你进到那场, 近距离地观看, 你现在有时间吗? 有, 有, 必须有时间啊。 文芳姐, 我去哪儿找你? 许文芳看了身旁的方金墨一眼, 继续说。 嗯, 我们去接你吧。 晚上九点, 情歌王子演唱会的后台, 林娇兴奋地站在舞台下面, 近距离地看着阿哲和许文芳合唱歌曲。 等到演出结束, 时间已经是十点多了。 方金墨开着车, 把林娇送回了家。 在回家的路上, 林娇兴奋地说。 文芳姐, 实在是太过瘾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演唱会。 真是太感谢你了。 许文芳笑了笑, 说。 没什么, 这只是彩排, 明天的正式演出会更精彩。 对了, 我把你请到舞台下面去观看, 这件事对其他歌迷来讲很不公平。 所以, 没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也不要在网路上发表, 可以吗? 当然可以, 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 看着林娇蹦蹦跳跳地回到自己的家里, 坐在后座上的许文芳突然开口说道。 答应我, 不要伤害他好吗? 方金墨手扶着方向盘, 回过神说道。 当然, 我又不是杀人狂我只不过是要拿回自己的东西罢了。 就在方金墨已经有些些许头绪时, 原来万里之外的三宝龙, 一场针对后福的计划正在展开。 有了被扔到荒岛上的经历, 后福这家伙现在谨慎得很, 轻易不敢走出安能集团的宿舍。 这家伙别的本事没有, 大小宝的能耐倒是一流。 这家伙拿着手机, 一脸惨笑地说, 马主任, 您放心, 我已经和安能集团的领导都说过了, 他们也对黄氏集团的做法不太认可。 只不过黄定邦在三宝龙的势力很大, 他们不敢轻易翻脸。 如果咱们在国内确实能把他控制住, 不再让他返回三宝龙, 这面地局势我就能完全掌控。 至于那个黄美静, 一介女流之辈, 完全不用担心他。 和马主任通完电话, 时间已经是当地时间的晚上七点。 后福走出房间, 向楼下的餐厅走去。 后福来到餐厅时, 已经没有几用餐了。 餐厅的负责人连忙走了上来, 一脸歉意地说。 侯总, 我以为您去下面调研去了呢。 那什么, 您稍等几分钟, 我让厨房给您炒几个菜。 嗯, 不用太麻烦, 简单地加长菜就好。 后福随口说了一句, 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差不多过了二十分钟, 餐厅负责人推着餐车走了过来。 餐车之中摆放着四菜一汤, 看起来卖相还不错。 后福满意地点了点头, 笑着说。 小李吃过了吗? 我一个人也吃不了这么多, 你也一起吃点。 不用了, 我刚才已经吃过了。 您慢用, 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说完, 餐厅负责人推着餐车离开。 后福拿起筷子, 一边吃饭, 一边幻想着黄定帮在国内被控制住, 自以取而代之, 在三宝龙呼风唤雨的场面。 到那个时候, 首先要办的, 就是那个黄美静。 哼, 装什么冰山女神, 到时候让你跪舔叫爸爸。 吃完饭, 时间已经是晚上的七点半。 看着窗外三宝龙市区繁华的景色, 后福的心里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 到达三宝龙已经半个多月了, 不知道当地的妹子是什么滋味。 哎, 怎么肚子有点疼。 后福快走了两步, 回到了自己的宿舍里, 急匆匆地冲进了卫生间。 一通暴风骤雨之后, 肚子疼的症状并没有缓解。 他刚刚提上裤子, 一阵便宜再次袭来。 就这样, 整整一个小时, 后福的裤子都没提起来。 拉到最后, 他的两条腿已经站不住了。 后福知道, 继续再拉下去, 自己就得拉死了。 他赶紧给安能的值班室打电话, 告知了自己的情况。 得知后福的情况, 值班室赶紧拨打了急救电话。 半个小时之后, 一辆救护车开进了安能集团的驻地, 接上后福向医院驶去。 医生在检查了后福的情况之后, 告诉一起前来的安能集团员工, 这位病人的情况很危急, 严重的脱水已经让病人的器官开始衰竭。 现在必须要推进了可, 进行抢救集团的值班人员能说什么, 只好让大夫把后福推进了抢救室。 但是, 这位值班人员并不知道, 后福前脚被推进了抢救室, 后脚就从后门又推了出来。 几个蒙面大汉将他抬上了一辆皮卡, 向市区外面的森林驶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